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森迪 去上一集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 Toe Brothers在 Lake Forest 就是托尔兄弟在森林湖最近新开盘的一个社区 叫做The Meadows 给大家介绍了大概的一些情况 那这一集呢 想给大家深入的解说一下 它有哪些户型 它有哪些大小和不同的价位 那跟上一集我们有提到 它总共有六个紫社区 那我给大家也打个图片看一下 它的六个紫社区是分为 比如说我们从最小的户型说起 是Red Roots 红山树 然后Willows 柳树 然后我们有Oaks 橡树和Parklands 公园 那最大的户型就是Evergreens和Magnonians 它是越南花和长青树 那总共是分小中大三种不同的户型 那在这三种不同的户型里面的话 它又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就是它的户型的那个风格 你可以选择 那就是说Towbrother这一次呢 因为是自己独家开发设计这个新盘 所以它完全可以有百分之百的掌控 就是它的设计理念来说 设计风格它都可以掌控 那选择有三种不同的户型 它是哪三种呢 就是第一个是有California 就是加州风格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Italian 就是意大利风格 第三种就是Meditranian 就是地中海风格 那它呢 就是说这三种户型 又加了一些现代元素 因为Towbrother他们做了一些调查 就是说受众人群的调查 就是在这个价位 就是说在110多万到160万之间 很多的话都是什么 都是就是Meditranian 就是千禧一代 就是30岁到40岁出头 那这个年纪和这个价位 就对这个千禧一代非常适合 同时的话包括它的大小 所以说千禧一代 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化 那它比较喜欢的是现代风格 所以说Towbrother呢 就把这个传统的这三种户型风格 就是三种的那个建筑风格 就是我刚刚说的加州风格 意大利风格 包括地中海风格 都融合了一些现代元素 那它有一种就是说 非常的就是完美的结合 它不仅有传统的风格 还加上有现代元素的话 那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设计是非常新颖的 让人耳荣就是可以说 是耳目一新一看 哇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这三种不同的户型 又加上三种不同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 那所以说它可以说 是半客制化的一种设计 那下面呢 我跟大家稍微 进一步的介绍一下 它的有哪种户型 它的大小和它的价位 首先我们从小户型开始说起 小户型呢 是有The Willows 就是柳树 它是三卧和两个半卫浴 它的大小呢 是1916平尺 它的要价呢 起步价是118万美金 118万美金 那下一个呢 红山树的Redwoods 比它稍微大一些 它是将近2400平尺 它是四到五间卧室 然后有四到五个卫浴 那它的要价是不到130万 127万 那这是小号户型 那中号户型的话 是分The Oaks 像树 像树它是有四间卧室 然后呢 有四间卫浴 它的面积是超过2400平尺 不到2450吧 将近 它的要价是128万 那The Parklands 公园呢 它是四到五间卧室 它的面积呢 是2000 不到2800平尺吧 它是将近三个半卫浴 那它的要价是130万 这是它的中号户型 那小号户型呢 最大的户型呢 是Magnonius 那就是它的玉兰花 玉兰花是有五间卧室 五间卧室和五间卫浴 那它的面积是2800多平尺 它的要价是148万 而最大的户型 Evergreens 就是长青树 它是五间卧室 五间卫浴 然后它的面积是不到3500平尺 是3411平尺 它的要价是163万美金起步价 那这些的话是六个不同的户型 六个不同的价位 那有兴趣的客户呢 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也可以给你进一步的咨询 关于这些户型和大小 还有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看待方位 它的lot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 是需要实际帮你去看的 那有兴趣的客户 也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 下一集呢 准备给大家解答一下 客户经常问的哪些问题 就包括它的发展潜力 它的优势和它的缺点 那有兴趣的客户呢 也可以关注我们下一集 我是陈森李 我们下集再聊